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把琴的尾部有烧灼的痕迹 后世就将这把琴命名为交尾琴 除了对至琴、琴友独中外 蔡庸也是好客的人 蔡庸有一位好朋友 名叫王燦 当时两人已经分离许久 有一次王燦去拜访蔡庸 蔡庸一听到王燦就在门外 开心的连鞋子都穿反了 急忙就冲出门外去迎接这位老朋友 后来我们用导喜相迎 比喻热情款待宾客 而这个就是导喜相迎的典故由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庸一听到王燦